今天我們這個影片是要在虛擬機上安裝Centos 8作業系統 進行網路測試 跟Gini的安裝 然後首先我們要先新增一台機器 我們把它取名叫Server 然後我們類型選擇Linux 版本選擇Linux最新版本64bit 之後我們可以開啟 然後我們選擇Centos 8 我們選擇直行安裝 然後到達這個頁面之後我們選擇英文版 然後到達這個頁面之後我們選擇英文版 然後選擇我們的軟體 然後選擇我們的軟體 好 再來就可以開始下載 然後我們先設定一下我們的密碼 再來是用戶名稱 再來是用戶名稱 我們就設Node1 然後密碼 我們先選擇 因為它下載需要一些時間 所以我們快轉一下 我們下載完後它會出現這個畫面 右下角這邊它會有一個重啟的按鈕 可是在我們重啟之前 我們要先設定一下它的網卡 跟它的DHCP 還有它的開機順序 所以我們先不要急的重新啟動 先關閉 然後我們先設定一下它的DHCP 我們設定一下 我們伺服器我們設0到101 然後位置下限我們設2 上限我們設100 這樣就可以了 再來我們設定一下它的網卡 我們Server它會有兩張網卡 我們第一張網卡我們選擇Net 第二張網卡我們選擇景線主機介面卡 確定 然後我們再設定一下它的開機順序 就是我們光碟已經安裝完了 所以我們要讓硬碟在光碟之前 確定 設定完後可以重新啟動了 我們快轉 我們快轉 到達這個畫面代表我們安裝完成 所以我們登錄 登錄後我們先看一下我們網卡的名稱 用ifconfig這個指令 我們這邊確定它有兩張網卡 然後我們先進行編輯 我們用vi這個指令 我們快轉進行編輯 我們可以 因為我們這邊是浮動的IP 所以我們的 Boot Flutter我們就設DHCP就可以了 然後我們的Unboot要更動要改成YES 這邊改成YES的意思是說 就是在我們每次重新啟動的時候他都會啟動這張網卡 好 這樣就可以了 然後我們儲存離開 再來我們要編輯第2張網卡 一樣是VI的指令 和它們說明了 我們在一起的一張網卡 然後再進來的一張網卡 我們在一起的一張網卡 請進去 然後先進去 我們先進去 這邊我們要手動打一下 所以我們快轉 這邊打完之後我們 就是bootfrotto這邊要設定Static 因為它不是浮動的IP 然後我們onboot一樣設YES 然後它第二張網卡的名稱是這個 之後我們就可以儲存離開 然後再來我們就可以直接 重啟網路 重啟網路之後我們就可以進行PIN的測試 這邊就可以看到它 對外網 是通的 SERVER對外網是通的 然後再來我們就可以安裝GUNY了 在我安裝GUNY之前我先打GUNY它會出現 沒有這個指示 沒有這個指印 所以我先安裝一下GUNY的來源 我們可以選一個 Wonderful 我們可以選擇 然後再次這邊 另外一個指示 所以我們可以選擇 然後再て 保護 團 我們先快轉 安裝完來源碼,它這邊會出現一個Complete 再來我們要安裝它的主程式 我們一樣先快轉 安裝完主程式之後,最後我們要安裝它的更新檔 我們一樣快轉 安裝完更新檔後,之後我們再測試一下Gini 有沒有安裝成功 這邊它顯示Gini cannot open display,代表它已經安裝成功了 只是因為我們現在用的介面是Linux 所以沒有辦法開啟 最後我們下載完Gini之後,我們要再設定兩個node 就我們選擇再次 我們選擇再次 這邊需要一點時間,所以我們直接快轉 我們新增完一個node之後,再來我們要再次第二個node 也是跟剛才重複的動作 我們一樣快轉 我們兩張node完成後,我們就可以開始進行網路的設定 先設定一下 第一張網卡 node 然後 這兩個node都只有一張網卡 所以 我們只需要設介面卡1 然後我們把這個改成 頸線主機介面卡 node2也是 頸線主機介面卡 完成後,我們就可以重新啟動 我們先啟動node1 我們先啟動node1 我先啟動node1 登入 我們一樣進入編輯模式 用VI這個指令 然後這邊我們要跟 跟動的是它Boot Broto的地方 我們要把它改成Static 因為它不是浮動的IP 之後我們要設定它的IP 我們就設192.168.0.2 我們設完IP之後我們就可以儲存離開 然後最後我們重啟一下網路 重啟完之後我們 我們PIN 我們PIN那個SERVER我們試試看 看它們有沒有互相做連結 再來我們打SERVER的IP 192.168.0.101 這邊就可以顯示出 它和SERVER已經 互相做連結了 之後我們要測試第二台Node 一樣剛才有一個動作 一樣剛才有一個動作 兩次它們的目標 登入後 然后我们先看一下它网卡的名称 然后我们进入编辑的模式 然后我们进入编辑的模式 这边我们要更动的就跟刚刚一样 就是我们要把浮动IP改成Static 然后我们要设置IP 我们这边IP我们不能设跟刚刚那个node一样 不然它会造成无法通讯的状况 所以我们就设192.168.0.3 然后我们就可以储存离开了 好我们可以重启网络 好我们重启网络之后 然后我们要PIN一下SERVER的IP 确认它们是不是有通讯 192.168.1.101 这边它显示的讯息就是它和SERVER已经可以做连接的动作了 然后我们的影片就到这边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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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